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离开人世之后就走不出来 非常的郁郁寡欢 听说还有一点忧郁的倾向 我们再也没有人可以听到他重出江湖美妙的歌声 我相信你我的朋友都有一些类似痛苦的情节发生 那现在呢 我要说的是 我常常开玩笑 我们每个人都不必急着开公司 因为我们都同时开了一家好大的苦分有限公司 难怪常人会说人生苦海无边 但是呢 我是一个也很乐观 但是也很容易流泪的人 在过去我的泪水有时候是悲伤的 但这些年都只是流很感动的泪水 不再有痛苦的泪水了 然而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我对自己也很讶异 照讲那绝对是痛苦的 因为从小到大 我没有什么好朋友 我的妈妈给我的教育就是下课了回家 在演艺圈唱歌演戏完了就回家 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社交活动的人 我没有什么朋友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在高中时候 那后来她毕业大学之后嫁到日本去 那她跟癌症呢 抗癌了十年 那在最近不久前 我听到她离开人世的消息 我的助理在旁边 哭得好伤心 可是我突然发现 为什么我流不出眼泪 我是很酸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哭不出来 慢慢的我开始发现 我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了 此刻的我也不再像以前 会立下跟大家一样很多的目标 我要达成什么 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再几次要退休 我好像都没有这些很世俗的目标 我好像只是很安全的 然后很信赖此刻的 很认真的活在现在 所以我发现 我已经悟到了一个现象 那就是一旦明白 生命就不再有痛苦 需被丢弃 被放下 被解脱 因为明白已提升了你 是的 当我们能够透彻的明白人生 它本来就是悲欢喜乐 不管什么样 再好 再棒的人 都会离开我们 花开花谢 这些都是宇宙的定律 一旦你是真正的明白 好像也不再有什么悲伤 只是会提醒自己 有没有好好活着 有没有在每个起心动念 都走在对的路上 好像只要现在对 一切就会对 所以我很期待 很多人能够有这一份内在的安定 因为当我们明白了 真的没什么好怕的 该发生的是全人类 一定要走的轨迹 一定会变老 做医学美容 你还是会老 对吗 所以在这里 我再附送一下那句话 我们一起来努力 达到这个境界好吗 那就是一旦明白 生命就不再有痛苦 须被丢弃 被放下 被解脱 因为明白已提升能力 我们一起走在这条路上 加油 我看一眼 vocês se没想到在这条路上 走在这条路上 我们下集中 都要求到这条路上 我们下集中 第一条路上 我们下集中 感谢观看